看不完别看 去看美国人那片子去 美国人就可以 中国人就不行 见不见 《长津湖》上映后 吴京主演的电影票房已经突破200亿 所到之处都是鲜花和掌声 但是在四年前 吴京却正在经历一场网络风平的至暗时刻 当时网友嘲笑他的战狼形象过于个人主义 还试图翻出他的黑历史 比如当被问到 如果自己儿子有娘炮倾向时 吴京回答道 大嘴巴抽的 比如吴京对着韩团EXO的宣传照 质疑道 为什么吴京会被黑归根到底 还是因为他侵犯了某些人的利益 2017年恰好是流量时代的巅峰 电影行业都在用流量演员拍青春片 都想花短时间赚快钱 而吴京呢 他光是为了融入片中军人的角色 就用一年半时间去体验部队生活 35岁从零开始 拍摄《战狼2》时 有一场他被坦克追逐的戏 但坦克师傅根本看不到前路 全靠导演用对讲机指路 电影中有个需要跳海 跟海盗水下搏斗的镜头 他光是跳水就跳了26次 他在海底打斗的镜头 需要背千块 有一次他太累了 眼前一黑 直接沉到海底 索性救援人员及时出手才活下来 曾有张伤势图统计 吴京全身缝过100多针 从头到脚 基本没有一个好地方 可以说 吴京这种愿意花时间精力 甚至赌上性命的做法 是反流量的 他的身体力行 在和那个时代做抗争 你知道吗 战狼中张翰这个角色 原来定的是王思聪 2016年 吴京邀请王思聪 出演《战狼2》中富二代 没想到王思聪笑着拒绝了 他说 你找我演戏是假 找我投资倒是真的 王思聪说对了 当初吴京为了筹牌战狼 可谓是倾家荡产 雪上加霜的是 快要开拍了 原定的女主 却坐地起价 生生片酬 必须再加40万 否则就不拍了 吴京一听就来气了 表示爱拍不拍 不拍拉倒 如果你拿钱来绑架我的话 对不起 吴京向来不会惯着谁 那时的吴京刚卖掉房子和车子 手上的八千万 绝大部分都要用在 真刀真枪的装备上的 紧急之下 吴京只好向好友 卢靖山求助 卢靖山对于帮助过自己的吴京 也是十分仗义 二话不说 就飞网剧组拍了九个月 从头到尾 没有提片酬的事 像这种没提片酬的 还有于谦 别看于谦片中饰演的钱必答 现实中却截然相反 2015年 吴京邀请于谦出演《战狼2》片酬80万 没想到他一口回绝 给钱就不演 最后于谦零片酬出演了 这里还要再插一句嘴 吴京原本还邀请了王宝强出演 但是当时宋哲还是王宝强的经纪人 他接到剧本后 想也没想的就帮王宝强拒绝了 事后王宝强才得知此事后悔不已 《战狼2》光是选决就一波三折 吴京也一直坚持只选对的不选跪的 然而由于片中都是真枪实弹的装备 吴京的八千万还没拍完就用光了 但还好有王思聪的救场 虽然王校长拒绝了吴京的邀请 但他给吴京送了十个字 人有钱 就让钱发挥作用 并给《战狼2》追加了口资 他这一做法不仅助理《战狼2》的拍摄 同时也让自己赚得盆满勃满 狂懒八亿分红 《战狼2》最终票房56亿 迎时票房第一 至今无人超越 如果高乙香和吴京一起上综艺 或许就不会英年早逝 2015年 吴京应邀参加浙江卫视的综艺 出发把爱情 作为在部队待过的人 他敏锐地意识到 房屋的烟囱射击不合理 容易造成煤气中毒 于是爬上屋顶 给烟囱夹了弯头 但节目组对此并不在意 告诉他直筒效果更好 吴京将信将疑地拔了 但对此耿耿于怀 半夜也睡不好 常常起来检查一下煤炉的状况 以防同伴中毒 他这一举动还被观众们嘲笑 小题大做 工作人员还在微博上 炮轰他太事逼 直到后来 高义享用自己的生命 掀开浙江卫视吃人的内幕 人们这才记起吴京的好 如果当初吴京也在现场的话 是否也能够敏锐发现安全隐患 让高义享逃过一劫呢 吴京确实用自己的高度警觉 救过他人一命 2002年 吴京在拍摄《少林武王》的时候 惊觉有块大石 将从悬崖滚落 而女主法提麦雅齐 正好在正下方 她下意识地纵身一跃 并推开狮子 这才救下女主的性命 范文芳夫妻 在初发把爱情中差点溺水 当时海上风向不对劲 但节目组 依然让他们完成海上跳伞任务 结果伞直接把范文芳盖住了 还是吴京先开始发现了不太对劲 赶忙驾驶着船去营救 吴京有次在机场被拍到 发飙耍大牌 其实他只是关心小孩的安全问题 拍电影时有个爆炸镜头 有工作人员没给片场小孩做防护 也引得吴京当场发飙喊道 如果这是你们自己的孩子 你们不心疼吗 没发生危险时 吴京的行为是有些固执不讨好 可一旦危险来临 他比谁都要管用 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吗